年紀 DIRECTOR Buzz 我們先上車了 清水休息在那邊的人超多 我覺得那 今天我們要去高雄住一天 然後去台南住一天 高雄我們會住萬豪酒店 台南我們會住Tai Nán ALOFF酒店 今天非常的開心 我們受到萬豪邀請 因為本身啊 我是萬豪的大使會員 我真的很愛這個品牌 大概五年前 我開始拍影片 從SPG開始 後來被萬豪併購 之後我選擇飯店 不管到世界的各地啊 第一個選擇啊 一定是萬豪體系的飯店 我再慢慢跟大家講為什麼 萬豪集團啊 其實是全世界最大的飯店集團 你看我們到出國啊 幾乎都是住他們家 它目前總共有20家酒店 那像大家熟知的 像W或艾美、威士丁、喜萊登 其實都是萬豪體系的 全台都有 對 然後接著 我們剛剛還沒有充到電 就是沒關係反正我們到的了高雄 而且萬豪 高雄萬豪有地方可以充電 我們到萬豪了 旁邊就是Costco耶 超級方便 跟各位講 後來沒去充電 而且現在還有9% 因為後來塞車 塞車電車會比較省電 我們其實B3有提供那個停車 就是有充電的位置 喔 B3 對對對 好 這是我們的VIP的Alba 喔 你好 他會帶你到餐廳樓做辦理Check-in 喔好 謝謝 對啊我覺得萬豪就是有一個 萬豪味嗎 對啊就是萬豪味 他的香水應該是有選過 現在要去他的樓上辦Check-in 所以一般來講啊 你要有白金會員或是泰金會員以上 才可以到他的樓上辦Check-in 這次的入住營餅 你幫您選點數還是飲料券囉 嗯 點數好了 好 這個的話是我們行政酒廊開放的時間 跟周先生稍微介紹一下 那我們酒廊開放時間是6點半到11點 現場供應的這些差點啊 最晚都到10點鐘 好 那我們的Happy Hour是5點到7點 有任何疑問可以播分集總集跟我們聯繫 OK好 謝謝 謝謝 我們這次的房間超級大 給大家看一下 WOW 我們這次啊入住的是四人的家庭套房 然後我來的時間比較晚 因為我有會員啊就是我的等級 其實是可以在行政酒廊吃晚餐 但是時間已經過了 就晚了一點 然後我們要去他的港式茶餐廳 先吃飯 我們在吃晚餐 我覺得我們住萬豪的酒店 蠻常在裡面消費 然後吃晚餐耶 就是因為我們其實 屬於比較懶的移動 因為有時候在飯店 就覺得大家可以吃得很舒服 然後又不用特別跑出去 只要走下來就可以吃飯 然後有時候在這邊 會員又有一些折扣很方便 對 其實萬豪酒店啊有一個 萬豪旅想家的一個點數的回饋 而且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棒 常常可以累積到一些點數 它是用會員積分制的方式 然後它的累積又分到六個等級 那像我們呢 我們這個周先生已經是大使會員了 你知道大使會員就是那個最上面的那一個 那一開始可能會有一些銀卡啊 金卡啊 它一定是最上面的那一個 沒有就是有努力消費啦 可是我真的覺得不完全是因為 就是我消費力很強 因為其實他們的酒店選擇真的很多 光台灣就有20家 全世界有8000多家 所以基本上你在世界各地 只要是旅遊景點啊 都可以找到萬豪的酒店 那像我們家是很習慣用萬豪酒店 去尋找我們要去住的地方 對這是真的 對因為其實這樣很方便 你就可以知道說 欸原來哪邊是大家熱門的景點 會想要去那個地方玩 其實用這樣子找飯店 是我們就是很常旅遊的一個方式 因為我自己覺得萬豪系列酒店啊 就是你到當地也會比較放心啦 就是基本上一定有一個品質在 對然後你的等級越高 它回饋的怕數就會越多 那像我們 我自己覺得等你達到金卡以上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非常有感的服務 比如說像是延遲退房 延遲退房 每次對我們的拍攝機幫助都非常的大 因為有的時候你的班機 可能是晚上 可是一般飯店可能中午就要退房 那你就可以跟他說 欸我可不可以下午三點再退房 是可以的 這樣你就多了三個小時的時間 你還可以在飯店享受泳池的設施啊 或者去行政酒廊喝個下午茶 就是很方便 你就會多一個空檔的時間 可以在飯店好好利用 不會說我硬著頭皮硬要走出去 可是不知道要去哪裡 對它的會員申請其實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在他們的官網添一下資料 然後就有非常的多的酒店可以選擇 申請完會員啊 其實你就可以累積這些點數欸 而且我跟你講這些點數非常好用 就像我們今天吃的餐飲 或者是住宿或者是住宿升等 甚至一些禮物啦 或者是飯店合作的一些禮券啊 其實都可以兌換 其實真的非常好用 大家早安 今天要去33樓 就是行政酒廊吃早餐 那萬華等級啊 一台是普通卡 再來是銀卡 再來是金卡 金卡完之後就是白金 白金以上啊就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啦 就是自從我們白金以後 我們都從來沒有訂早餐 因為如果這個飯店啊 有行政酒廊的話 在白金以上的會員也可以使用 像我們現在就會去行政酒廊吃早餐 而且行政酒廊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什麼好處 就是一般早餐到10點 可是行政酒廊可以用到10點半 我看你昨天睡得很好齁 超棒 你昨天你今天早上超難叫的 那我超難叫的 超難叫的 我已經八了好幾次都不起來 那我超難叫的 你先拿湯盤溜過的欸 是你先把湯盤溜過的欸 這邊就是我們昨天check in的地方 行政酒廊 看到八五大樓欸 在那邊還有看到海景 那我們今天的主廚料理今天是印度咖哩 在這邊用早餐啊 它也有單點的蛋 有水煮蛋 單麵煎 雙麵煎 炒蛋 歐米蛋或者是主廚的精選料理 今天是咖哩炒飯 這是我們今天吃的早餐 你覺得它的早餐怎麼樣 它的東西其實也是蠻多的啦 我覺得選擇性也是很多 該有的都有 而且中西料理都有 而且它今天主廚剛好是那個印度咖哩 所以它有一些亞洲風味的東西 就還不錯 而且我覺得行政酒廊有一個好處 你記得那時候我們就會來台北萬華 我還住了快一個月 我們不管念書啊 工作啊什麼 通通都在 都是在那邊 對 它就是從早上啊 大概六七點左右 一直會營業到晚上十一點 很好用 然後大部分的行政酒廊 在晚上五點到七點的時候 還有一個所謂的 happy hour happy hour 最棒的呢 除了酒 酒可以讓你隨便喝 通常也會有晚餐 有時候我們出國在外面 或在那時候在台北萬華 甚至在這邊 我們點晚餐啊 都沒有到外面吃 就在飯店解決 其實反而算起來是更經濟的 它的歐姆蛋裡面竟然有龜 沒錯 太高級了 阿油妳在做什麼 當烏尾熊 當烏尾熊 阿油在看這個書 你的夢想可能有點風險 我們要來開箱一下 我們在高雄萬桃的家庭套房 這間家庭套房 由我們住過來講 算是非常好的耶 因為它的套房其實不一定會顯示在網頁當中 剛剛聽公關稍微講一下 其實正熟門熟路的人會特別訂這間 這間最主要就是兩個人睡 兩個人睡是不會互相影響的 對就是如果你是跟長輩一起來 或者是你帶小朋友 晚上呢你想要有一點自己的空間 或者想要舒服的休息一下 那大家的坐騎時間可能不一樣的時候 比較不會影響到對方 對這邊是門口 門口一進來 左手邊就是另外一間房間 我們先去看一下吧 這邊算是次卧 可是它的次卧呢 一樣有自己的更衣室跟浴室 次卧一樣有自己放行李阿 放一些東西的空間 其實這樣子空間其實已經超級大 那它這邊呢有一間浴室 那它的浴室呢一樣是可以洗澡 是有淋浴的 它的馬桶是比一般的免治再好一點 它有自動沖水阿 嗯而且它會自己掀蓋 這間的浴室是稍微小一點 因為就是次卧的浴室阿 對可是它整個使用上空間其實已經很舒服了 你其實有一些飯店的浴室也差不多就這麼大 非常喜歡的是 其實它這一個房型阿 是每間房間都可以看到view的 它的那個窗戶阿 是很大一片 基本上快要落地了 而且它那個窗簾是自動的 早上起來就這樣把身體轉到旁邊 按那個窗簾自動打開 哇 對而且萬豪的床阿 真的很好睡阿 又今天給我睡到11點 其實我也覺得它的床真的蠻好睡的 不知道是因為我們太太還是純床很好睡 我覺得應該是床的問題 然後次卧的門是在這邊阿 你關起來阿 就是不會互相影響 那我們從次卧走出來 這邊這個很挑高的空間 就是客廳啦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一般是只有客廳 它還有一個餐桌耶 這邊餐桌是真的可以大家 做出來好好吃飯的那一種聊天 看這什麼沒養的東西 超超看什麼 就沒有東西可以看啊 還看到什麼交換情侶 你這年紀適合看這個嗎 就沒有東西可以看嘛 我就問你一句 你這個年紀適合看你 就看到在排好板上就點進去了 然後餐桌的旁邊阿 就是mini bar 然後比較特別還有一個洗手槽 然後它用的是雀槽的膠囊咖啡 跟大家講喔 它的膠囊咖啡是商業用的 跟一般的膠囊是不一樣 是這一種形狀的 很特別 餐廳旁邊這邊就是一個大客廳 其實它可以容納的人真的非常的多 就是大家晚上想要在這邊 喝喝酒阿聊聊天 看個電視什麼的 這邊空間真的很舒服 那想要睡覺的人 就可以先回去自己房間 因為它完全就是隔得很開 沒錯 也會吵到就是想要真的去休息的人 然後這面的view阿也很漂亮 它的主臥這個窗戶就是 也是超級無敵大一片 因為你看我昨天就躺在這 然後你滾過來就可以按著窗戶打開 太過分了吧 太舒服了 太讚了 大家看這個床 這個床的尺寸就比較大了 這應該是queen size囉 這蠻大這好像比queen還大了 對這個比我們家的queen再大一點 可是其實我昨天睡的時候 我都覺得就是隔壁的人是不會影響到我 對可能它的床真的是用比較好 然後電視一樣 總共有三台電視阿 客廳一台兩個房間 各有一台 超奢華的 對然後一樣是菲利浦 我估計這個應該是在65吋左右吧 蠻大的 你看我們住四個人 可是有三台電視 對然後這邊它還有一個放行李的平台 看廁所 它廁所也是超高級的耶 它的浴室基本上就是隔壁的放大板 它有了浴缸 那淋浴就是有自己另外一個空間 這邊的蠻桶跟剛剛我那邊一樣 也都是那個會自己掀起來的名字 然後淋浴的空間給大家看一下 跟小孩兩個都在那邊泡澡 泡了兩顆那個泡泡浴球 特地從台北帶來為了要在那邊泡澡 你看我買了這個 你要去買包包 對我買了 Happy D21的包包 掰掰 哇喔 還行還行 這個顏色不太容易髒 然後悠悠剛才也去打跑可夢卡 剛才啊我在飯店裡工作 現在淋帶小朋友去旁邊的異想天地 超方便的 就從一樓大廳就 裡面就有個連通口 就可以走到百貨公司 所以其實住這邊啊 其實你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我們要準備退房了 然後跟各位聊一下 如果你是白金會員以上啊 你一樣可以用行政酒廊 就是以高雄望豪就是在33樓啊 來退房 那我相信一定有人會問啊 為什麼要在行政酒廊上面的櫃台退房 第一個就是有時候 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在行政酒廊退房啊 會快一點 第二個其實 他服務的人 沒有像樓下的櫃台這麼多 有時候你可以去問他一些旅遊的資訊啊 他可以給你更多的時間服務 你想說 河內的喜愛燈還是哪裡吧 我們就從行政酒廊啊 也訂了一些行程啊 還是包車啊 他可以給你非常多的旅遊的資訊 我覺得這一點啊 是蠻不錯的 那這次的影片啊 會比較特別 接著啊 我們就去台南的Alof 我們就晚上的費用跟一個有帽子去 好 我要準備把車開走了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有把電充飽 高雄望豪不錯啦 他這邊總共有四個啊 J1772的充電裝 如果啊 你是特斯拉的車主 記得帶轉接頭 在同一層樓過去啊 就有超級充電站 特斯拉的 所以整個來講 讓你開電車來這邊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要離開高雄 然後準備去台南的Alof 在離開之前 一定要吃一下高雄的美食 欸我沒吃過耶 蒸蛋湯 這真的好像是台北六六六六 對啊而且這間真的超好耶 新店菜另找的 然後是一個菜家的三代同宅米糕 這個超特別的 這是一個蒸蛋 看起來就超好吃 然後我們還點了米糕 然後這個是排骨酥湯 今天週一天 明天要去哪 要到台中 明天要不要安排延遲退房 明天 大十五年可以到四點 應該是 不用 今天有駐唱 要下來聽嗎 今天有駐唱 好啊 而且是我最喜歡的歌手 喔真的喔 幾點到幾點 晚上九點半到十一點半 今天歡迎回來 好謝謝 一二是套房一一是雙床 有缺什麼隨時跟我們說 我是Bertan 有什麼叫做 謝謝 拜拜 我們到Alof了 剛剛check-in完 其實我們上兩個月才來這邊住過 又對這邊超熟的 一樓一樓有個撞球台 他現在已經交到朋友在打撞球 是Alof系列的酒店啊 我們住過蠻多間的 像北投也有 吉隆坡也有 然後我知道台北的中山區也有 他走的比較是一種 年輕時尚的感覺啦 所以通常Alof系列啊 其實是沒有行政酒啦 但是如果你有會員呢 還是有一些優待的 就是有免費的早餐 或是你要點醋都可以 當然你的房型啊 也是有可能被升級到 比較高的樓層 或者是比較大 我們今天住12樓 那我 結果結果我的行李 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 他們要先進房間 因為我把我的行李放在一樓 忘記了 好 我的行李在這裡 真的很好笑 還好有找到 我的包包 我剛才放在一樓的電梯外面 其實在旅行跟拍影片的這幾年 老牌是比較習慣住萬豪底下的 一些品牌的飯店啊 然後像有時候在國外 你會比較安心一點 好啦 我們這次住的是1211跟1212 1212是個套房 然後這邊有個門 這邊門關起來啊 這兩間啊 其實就變成比較隱私 1211這種房型 我們上次住過 我們這次來看一下 1212 一進來的地方 左手邊啊 就有一個客用的浴室 先把門關起來 我們進來的右手邊啊 就可以走進 他的浴室啦 給各位看一下 這浴缸 天啊 晚上在這邊泡澡一定非常的舒服 可以看整個安平的景 景色 很漂亮欸 然後一樣 這邊有一個馬桶 跟一個淋浴的空間 然後這間啊 其實是兩個洗手台的 從浴室這邊走出來 這邊 就是他的房間啊 一樣是一張雙人床 然後一樣是L型的採光 早上如果從這邊起床 星期五一定非常的好 然後這邊有個化妝台 電視的部分啊 大約是在65吋70吋那邊 還蠻大的是LG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客廳 天啊已經在客廳耍費 我好喜歡這個顏色喔 看起來很舒服 看一下那個mini bar的部分 這邊有兩個杯子 而肉服都會附這種紙杯 然後還有一些茶包咖啡啊 跟這個 這個是水 Water Water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邊的景色 晚一點來說實吧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我覺得 這面看得到海 比剛才那一面更漂亮 哇賽 這次的房間真的超級大的 很推薦 如果你有親子的需求啊 來住像這樣子的 這算外聯通房吧 然後再跟大家講一個好康 現在台灣萬豪集團底下 在9月底有一個很棒的活動 要跟大家講 它底下總共有15間酒店有參加 只要你連續啊 住兩晚 就可以用超優惠的價格 就是半價 去加購餐飲的消費額 除此之外 還可以另外獲得 萬豪理想家的點數 有1000點 超級優惠 推薦給大家 我會把相關的資訊啊 都妨礙了一下 要準備去吃飯囉 Let's go 我們今天晚上一樣 在Elof的一樓 這個是它的全日餐廳用餐 全日餐廳 全日就是一整天 都是日式料理 對 然後它不是日式料理 一整天都有食物 對 一整天都有食物 然後前面有一個吧台啊 你可以自己拿東西 然後再去結帳 然後我覺得Elof給我的感覺 就是比較 走那種有點像是 朋友跟朋友之間 就可以來這邊吧台吃飯啊 聊天啊 完全沒有任何的壓力 那整個形式啊 也是比較開放 它又點了一碗牛肉麵 這碗牛肉麵480 它這間餐廳的價位 就比一般的酒店稍微便宜一點點 它的餐啊大約啦 就是一個 比如說一個炒飯啊 一個麵啊 大概就是300多到500之間 謝謝 謝謝 Oh my 哇 這是我們點的海鮮拼盤 欸 我們會不會太過分一點 這個是手抓海鮮啊 就是我們之前有吃過要戴手套這種 沒錯 那邊它有給我們手套 哇 這是特Q嗎 整隻的喔 所以我要這樣子這樣子 欸 吃這個超過癮的欸 我們來逛一下二樓 這邊有會議室 有一點跟各位分享啦 可是因為我沒用過我不知道 就是你的會集啊 在有一定的會集以上 一定的等級以上 可以免費申請它的會議室 上次我說二四七十七點開到晚上十二點 是錯的 這個是代表一週都有開 每天都是二四小時 那這邊是健身房 這邊還有一個兒童俱樂部 喔 我記得 這上次彼得有來 對 彼得有照到 對 彼得有照到 哇 很不錯欸 它的兒童俱樂部感覺很溫暖 現在是晚上的九點半 我們想下去聽LIFE BANG 然後順便喝點小酒 我的桌面 今天我們家就是這樣啦 有時候 酒店就是我們另外一個生活的方式 剛才新年蔡玲在剪片 我也在剪片 阿佑在畫畫 天啊 今天偷懶 在睡覺 我今天在玩BTS LAND 我已經踩過台了 我剛剛有一關玩了很久 為什麼你今天沒有工作 因為我想要睡覺 這杯啊 叫做古城 上來的時候超特別的 還有煙燻 這杯叫做花生糖 它是不是上面是泡芙 喔 好特別喔 然後又等下要斜斜喝 才可以喝得到下面 然後這真的有素花生糖 是要讓你配的 那這個呢 我知道它裡面有加花生跟整個 跟各位講 現在林跟悠悠在打撞球 他們聽歌聽到一半 跑來打撞球 可是打撞球的這邊阿 一樣可以聽到歌 我覺得這次阿 帶給大家兩間 真的是完全不同感覺的酒店 像Alope 我就真的比較像三五好友 來這邊放鬆 來這邊玩 然後高雄的暗豪 它就有做一些宴會阿 還有它整個裝潢的氣勢 是比較高的 像是比如說你要帶家長 要去一個比較豪華的感覺 或者是你要請客人 所以阿 萬豪在酒店的佈局阿 在我的 就是去過這麼多萬豪酒店 我覺得它佈局得非常好 其實每次出國阿 我都會可以依照當時的心情 去選我想要的酒店 你畫它這是什麼 呆呆呃 呆呆呆呃 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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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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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吧 大早安 親愛的 昨天睡得好嗎 欸不錯阿 我一個人睡床 一個人睡一張床 很讚 昨天9很前 天阿 然後我跟Yoyo昨天是睡大床 跟大家分享我們做了以後才知道 其實這樣真的很方便耶 因為它這個門也是有鎖的 然後也是用B的 所以其實這整個空間 真的就變成一個很隱私的空間 你可以這邊的門都不關 因為也不會有人進來 我早上就是什麼都沒用 就這樣穿睡衣走過去 我們今天早上吃的早餐 鮮菜瓶吃了一個歐姆蛋 然後夾了一些蔬菜跟香菇 然後還有燙青菜 然後每個人都喝了一碗牛肉湯 天啊也喝了牛肉湯 其實我覺得鵝肉腐的早餐 其實選擇蠻多的耶 我其實來這間鵝肉腐 就是就會覺得說 其實它跟一般鵝肉腐比較不像 就是有感受到台南人的熱情 對 它昨天的酒啊 有很多是結合在地的 而且其實它的早餐 也有很多那種在地特色的菜來呈現 它其實從昨天的晚餐 它就是有做一些西式 跟台南的Mix的一些餐點 然後像酒也是 那早餐的話 它也有一些台南在地 你覺得一定要吃的東西 比如說像是牛肉湯 這種汗你就可以吃的到 好 好 是很喜歡旅遊的人啊 非常推薦旺豪啦 畢竟它真的是世界上 最大的飯店集團 那把所有的飯店集中在 同一個集團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享有更多的優惠 好 謝謝 這次非常謝謝萬豪 欸 我們是不是有一些抽獎的訊息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萬豪真的太大棒 決定要送住宿券給大家 大家記得一定要去抽起來 可是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先加入萬豪旅想家的會員 除了住宿券還有餐飲券 對 就留下來說 我要住萬豪 我們會把相關抽獎的資訊都放在底下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 按照我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下午點 都會發布影片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底下留言 註冊萬豪旅想家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teraz 請問一下 記得按照片 記得按照片 refrain在按照片 夾到 measurement 發音樂